虽然5G网络全球普及 但仍有80%的区域 没有网络覆盖 我们就希望利用低轨卫星 解决现在的无线覆盖难题 虽然它是中国通信领域 顶尖科学家 但仍需要卫星专家的领力相助 我们要把高达的卫星 通过与低电网络结合 直接服务于普通的消费者 从最初设想到一键六星 虽然低轨宽带卫星实验星座 只有短短30分钟连续通信 但它却迈出了全球组网 关键一步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验星座 就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低轨卫星 这个实验 提供一个良好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环境 随时随地互联互通 创新北京特别节目 科学会客厅即将播出 用心记录世界 点亮智慧人生 观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共同打造的 创新北京特别节目 科学会客厅 我是主持人秦素 也要再次欢迎现场 各位观众的到来 每期节目 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迎来 来自前沿科学领域的 专家学者 以及他们的科研伙伴 还有朋友们 来到我们的会客厅 一起分享 他们在科研过程当中的 感人瞬间和动人的点滴 我们的节目 也将在北京时间客户端 同步播出 今天我们的科学会客厅 除了我以外 还有一位特殊的成员 那就是机器人 智喀大师 我们请智喀大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 咖啡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我们要等待 怎样的故事呢 科学会客厅 马上开始 让世界互联互通 从3G到4G再到5G 即使我们的G再多 依靠以地面基站为 主要传输信号的互联网 也无法抵达如海洋 山区 沙漠等边缘地区 如何不受地域限制 提高无限覆盖率 做到随时随地互联互通 这成为了全球通信科学家 都在思考的问题 随时随地互联互通 让互联网能够在全球无缝接入 这听起来是一个高大上 而且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过去全球通信领域的 很多科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 他凭借着自己20多年 在通信领域的研究 也在勇闯这个领域 那究竟他是谁呢 我们通过小片来认识一下 他心怀国家 数十年如一日 在移动通信无人区 创新布置 他以国家需求为己任 为实现低轨卫星阻网难题 而科研公关 他就是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彭慕根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彭慕根教授 欢迎彭教授 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彭慕根 从2G 3G到4G 5G 甚至6G 从陆地到空间 我们的信息通信 一直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沖通无阻 欢迎彭教授 刚才我们听到八个字 随时随地互连互通 全世界的科学家 都在突破这个问题 我们想听听 中国科学家代表的回答 这八个字真的能够实现吗 能 那就冲您的这个能 我们要请智喀大师 来为您专门调制一杯咖啡 有请您就座 好 谢谢智喀大师 那第一杯咖啡已经做好了 也为彭老师端上我们智喀大师 今天的第一杯作品 非常感谢贴心的咖啡 因为是跟您的特调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第一杯咖啡 主题叫做北游 好的 非常感谢 这个咖啡是我们现在 科技工作者最忠实的办理之一了 好 来 请您坐 也尝尝这个咖啡到底怎么样 您的目标要实现是 在我们的地球上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空间 网络的无死角的覆盖 但是我们地球环境很复杂 你看有海洋 有草原 有荒漠 有戈壁等等等等 我们能在高山上建基站 但我们还能在海洋上建基站吗 其实在海洋上建基站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个首先海洋上 我们的宫殿 海洋上它实际上 海洋上一直在浮动 所以我们这个基站 和基站之间互联 这些信息都很难实现 所以这个基础设施 还主要是在陆地上 智能在陆地上 对 所以像海洋这样的环境 它是没有建基站的可能性的 那我们还怎么实现 随时随地互联互通呢 好的 请观众朋友们 先看一个小片 2015年 马斯克公布新链计划后 2022年2月到7月期间 SpaceX公司 已经向太空发射了数千颗卫星 几乎把整个地球都覆盖了 这段视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看过 这在网络上传播度非常高 您看通过这个视频 我们就了解到 在距离我们地面很近的空间 密密麻麻 这分布着很多的卫星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图景呢 是美国的SpaceX公司 发射了这个星链卫星 当然这是效果图 我想问问您 SpaceX发射这么多的卫星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好的 这个问题特别好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SpaceX公司啊 他们搞了一个星链项目 目前发射了三千三百多颗卫星 那么投入啊 实际上也有已经几百亿美元了 作为一个公司 它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呢 主要还是要去解决 无线通信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老百姓 未来能够揭露这个卫星 提供无线服务 这是它的一个整个设想 也就是说 其实这些卫星 未来是要解决 我们的通信问题的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低轨宽带卫星 它将怎么样来解决 我们通信问题 好的 那个低轨宽带卫星啊 一般都是做通信用的 但是呢现在也开始 把它做成具有摇杆的功能 甚至具有导航的功能 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的是 一颗名为北游银昂号的 通信摇杆农合卫星 实际上低轨宽带卫星 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近 我举个例子 我们生活在城市中 经常想着我们有时候要出城 比如说我们要去山上爬山 我们要去出海 进行放松星期 但是呢大家总是担心一个事情 就是突然到那个地方 没有手机信号了 一旦发生危险 手机信号又不通 将会对我们的安全 对我们各方面带来非常多的不便 那么这时和低轨宽带卫星 就能够发挥作用 它能够确保一直有信号 我们前一段时间 我们节目去到了这个中海游 在深海的平台探访 那里除了生活区有信号以外 其实在茫茫大海上 真的就是没有信号 无法通信的 你仿佛站在那个海洋平台上 就感觉它是与外界隔绝的 对 所以看起来像这种地方 非常需要低轨宽带卫星 是的 其实我们国家 20%的区域 才有真正的无线移动通信的 有效覆盖 还有高达80%的这个陆地 然后周边的这个沿海地区 就海上这个无线信号覆盖 都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就希望利用低轨卫星 解决现在的无线覆盖的 这个一个红哥的这样一个难题 所以低轨宽带卫星 是我们地面基站系统的一个补充 在我们地面有很多地方 可能条件比较复杂 它不太适合去架设地面的基站 现在有了低轨宽带卫星以后 其实低轨卫星 飞到它的上空的时候 就能够有信号去覆盖它 但我想问问您 地面基站现在其实 我们铺设的很多了 但是像用卫星去进行 这种通信的架设 它的成本会不会比地面的基站 要高很多 我们可以承受吗 实际上现在地面基站的 那个建设成本 是非常低的 但是郑努林刚才所说的 有时候地面基站就可能没有 那么这时候比如说发生地震 发生洪灾 那么地面基站没有 那么我们只能靠空中 那么空中的话 实际上是有无人机 在无人机上不基站 这是一种价格非常低廉的 这种解决方案 但实际上它只是在应急 不能够长期 因为它这个无人机飞走了之后 就没有信号了 所以再往上 就是从成本来看 再往上就要到我们的空间 那么传统呢 我们都是用高轨 同步卫星 那么这个卫星 它要发射上去啊 成本非常高 用大火箭 然后卫星成本也非常大 但是它能够一直对某个地方 进行同步 而现在我们 包括您刚刚所说的SpaceX 还有银行天 发的这个低轨通信卫星 它实际上轨道是在无人机 和高轨中间 可能比如最低能坐到两三百公里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发射这个卫星的成本 首先要比发射高轨的成本 要降低很多 用小火箭就能够发射 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卫星的这个重量 要比这个高轨的卫星的重量 也要小很多 那么这样的话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低轨的成本 是要比高轨的都要便宜很多 我们了解您本身研究的领域 和专业是通信技术 刚才说到的 它更多像是卫星和航天 这也是您在行的领域吗 那个实际上 我的专业是信息通信工程 卫星本身属于航天工程 航天技术等等 表面上看 不属于我的专业范车 但实际上就看它的历史 我们国家发射的第一颗 同步卫星 实际上里面就有 我们做信息通信人的贡献 观众朋友们先看一个小片 电火 电火 当时我们北游的陈俊亮院士 就是完成了东方红卫星 里面的数据传输这部分 确保了这个东方红月曲 能够完全没有错误地 从太空传回我们的地球 那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卫星里面的通信载盒 是由我们这个专业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的在卫星技术当中 其实这个通信也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的 但是我们知道 要把这些载盒送入到太空当中 比如卫星的研制 包括发射系统 这些部分也由您来解决吗 那个肯定数业有专攻 我做这个研究肯定离不开 我们国家很多从事航天航空 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那么我实际上非常幸运 曾经认识几位这方面的 非常专业的科技工作者 我记忆特别深刻 我是在两年前 我是专门去拜访 一个6G标准方面的权威专家 当时我们主要的目的 是想一想6G 有哪些先进技术 要提前进行标准的这种设计 当时这位权威专家 原来也是做通信的 当时他已经开始向低轨 宽带通信卫星 他已经走在前面了 当时他正好和一位 正在那个就是跟他合作的 做航天航空这方面的 权威的一个交涉交流 所以我在那个机会上 就把我要找到能够支撑这个窄核的 这样一个做卫星的权威的 科技工作者就联系上了 这是我们当时我觉得特别撤巧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实现了通信和卫星 这两个先天是独立的载体的这个事情 然后进行交叉笼合 要让低轨宽带卫星 真正解决现有网络覆盖难题 就必须要将卫星研制出来 并且发射到太空 谁来帮助彭木根完成这个任务呢 2020年一次偶然的相遇 彭木根找到了一个 有着丰富卫星制造经验的人 他就是银河航天首席科学家 博士生导师张世杰 好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张教授 来到我们的科学会客厅 欢迎您 主持人好 您好 您好 谢谢我们高教授好 两位教授又见面了 这是重逢后的再一次握手 而两位的握手也恰好说明了 我们当今的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 是需要多团队 跨学科多维度地来进行合作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智喀大师做出今天的第二杯咖啡 为两位老师 欢迎张教授 我们先请张教授介绍一下 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我实际上是专门做卫星的 就是二十多年 然后就是一直从事着这个卫星的设计 和颜值工作 也参与了多颗卫星的这样的一个颜值 对 来 智喀大师的第二杯咖啡也做好了 我们要把它送给张教授 前排的观众也很期待啊 隔这么远我都能闻到这个咖啡的香味 第二杯咖啡我们要送给张教授 感谢感谢 也因为是跟您个人测调的原因 我们把它命名为银河主题咖啡 你看两杯咖啡的合体就正好合成了我们卫星的名字 北游银河 感谢 来 二位请坐 所以当您遇到彭教授的时候 当时您从事这个领域也已经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对的 但听到他的这个科研目标的时候 您心里是什么感觉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吗 挑战是非常有的 实际上也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做卫星就是想把卫星真正的去服务人类 让它有实际的功能 对的 所以说刚才借用您刚才的一句话 是提到卫星的时候都是高大上的卫星 那么我们要把高大上的卫星 通过与地面网络结合 直接服务于普通的消费者 能够更接低气 又发挥更大的它的用物质地 那么当初在您听到彭教授的计划的时候 您听到的关键词都有哪些 如果要您来完成这个卫星任务的话 您需要实现它的哪些目标 对于卫星来讲 实际上具有通 导 摇 这种三种功能 通信 导航和摇杆 那么刚才我们跟教授提到过 就是要实现通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同时我们在利用卫星 在做摇杆的时候 如何把摇杆的数据快速地传输到地面 快速地能够去应用起来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手机 然后有了打电话的功能之后 我加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相机 就能够把我们所拍到的信息 然后及时地进行分享 我能这么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卫星 要搭上两个功能不同的技术模块 一个是摇杆 一个是通信 对的 博老师 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原来的传统摇杆 实际上是人家专门的摇杆内心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摇杆和通信放在一起 有什么好处 摇杆它一直在摇册 要把这个信息传下来 时间都是至少是在天 这样一个级别 但实际上可能地面上发生的变化 捕捉到了 但是传不下来 所以它现在一个问题 我怎么能够利用单颗星 或多颗星协作 然后把摇杆的信息 及时地传下来 这样一个技术能不能实现 张教授 当您了解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 觉得它难吗 会不会有一些挑战 因为我们过去扎根于我们国家 强大的这样一个航天工业基础 在卫星的研制上 应该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如何去更快速地 更批产化地去研制这样的一个卫星 同时我们要以更低的成本 然后来研制这样的一个卫星 以便于我们能够发射数百颗 甚至是上千颗的这个卫星 来实现对于地面的 这样的一个组网覆盖 仅仅研发一颗卫星 这对于有着20多年 卫星研制经验的张世杰来说 并不是一件难事 不过要实现组网 就不是研制一颗卫星的问题 而是需要发射成千上万颗卫星 因此能否控制 每一颗卫星的研发成本 直接决定 未来整个组网项目的成败 两位当初在一起合作这个项目的时候 对于卫星的成本 心里有预期吗 比如我必须得让它 在一个神变量级之内 它可能才是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的 从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 要进行后期的上千颗卫星的 这个组网的这个角度 并且能够以合理的价格 为普通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那么我们卫星要比现在的卫星 数十倍的成本的降低 数十倍 对 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卫星的大脑 我们叫做星载计算机 那么星载计算机 所用到的这样的一个芯片 实际上是专门设计的 就是为了抗空间的粒子辐射 那么这样的一个芯片 要远比我们家用的 这个计算机的那个组处理器 要贵得多 甚至是十几万 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量级 那显然用专业的 航天级芯片 十几万 几十万的价格 对于我们心里的预期来说 太高了 高出了一个量级 对 那怎么办呢 不能不用吗 所以我们就调研 各种的低面用的 这样的一个芯片 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款 就是汽车级的这样的一个 组处理器的这样的一个芯片 当您选择 从航天级变成汽车级的时候 当初有过担心吗 比如这个汽车级的芯片 是不是能够胜任卫星的任务 非常担心 因为汽车级的芯片 应该是说 从低面在这个使用的角度 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它适应空间 特殊环境的能力 包括比如说 刚才提到的抗浮照 然后包括就是它的一个真空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就筛选了多家汽车芯片生产厂商 所生产的这种几十款的这样的一个芯片 然后来去分析哪一款芯片 更能够适应刚才的特殊环节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芯片 也用到了我们的北游银河号 这个卫星上 那么载轨的这样运行情况 一切良好 终于经过了十多个月的研制 那么我们首颗兼具着通信 摇杆功能的北游银河号卫星 就研制出来了 我们再来通过大屏幕看一看 当初手心发射时的情况 我们都不自觉地被这个震撼的场景吸引了 两位教授是亲历者 他们看到这个小片的时候 也依然目不转睛 当时你们二位在哪里 在现场吗 我们在发射现场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 肩并肩的坐着 在看着这个火箭发射吗 站着 我们是站着 但是你们是 彼此是在最近的位置 对的 成功发射以后 来两位回顾一下 彭教授说说张教授 当时他是什么样子 你还记得吗 他经历了好多次 卫星发射现场 已经太难处置了 但是我是第一次 所以还是感受到 发射的是那个波 还是感觉不一样 还是一直久久难以平静 我们问问张教授 您觉得这次发射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您来说 发射完了以后 曾经在地面上的哪些担忧 随着火箭的升空 算是落地了 这次的发射 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就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检验了 我们的批产验证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这六颗星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样一个批产的模式 能否适应空间环境 那么我们需要发到天上 来进行一个验证 同时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六颗卫星 加上我们前面已经发射的 这个卫星 构成了一个实验星座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验星座 就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低轨卫星互联网的 这个实验 提供一个良好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环境 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 一次的通信时间 我们可以做到30分钟以上 那么每天都具有 这样的一个通信机会 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前期 当我们的这个星座 飞临到我们上空的时候 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小星座带给我们的网络通信的 实际体验是怎样的 2022年7月初的一天 银河航天低轨宽带卫星 组成的小蜘蛛网 即将飞过北京上空 如果你正过顶的话 相当于它就是一整圈嘛 位于北京北郊的信关站 早早的就将天线对准了天空 迎接卫星的到来 你看它这块能看到五个凸起来吗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其实就是新环在那边 发了五个信号出来 它这边这个天线已经跟上了 收到了 在北五环外 一辆正常行驶的汽车上 测试人员体验了流畅的 浏览网页 视频通话等互联网业务 来了 雷蒙 现在怎么样 现在咱是使用这个低轨卫星通信 进行的一个通信测试 我这边汽车还蛮紧的 二 三 基本没有看不出延时 基本看不出延时 对 基本看不出延时 非常好非常好 目前来讲 我们说到汽车这个星座 还没有进入到广泛的应用 但是刚才呢 我们通过节目的实测感受到 即便是在没有基站 或者通信不太好的地方 它也能够为我们提供 30分钟左右稳定的网络通信 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如果要实现更长时间的稳定通信 我们还有哪些工作是要做的呢 那么未来 我觉得可能有几步要走 第一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卫星 现在还是使用的是 比较传统的技术 那么首先我们卫星里面的通信展合 第一步一定要对它进行升级换代 第二个要去做的是 按照刚才世界教授说的 我是要7乘24小时全天赫 而且无视角的 无盲区的覆盖 心肯定不够 那么这么多心上去了 我到底怎么组网 这个难度更大 第三个问题 我们现在虽然初步做了通信和摇杆 放到一个卫星上 但是呢 未来我们最理想的情况 是通信 摇杆 导航三个一起 通过网络化 能不能对现有的 我们国家存在的三套 完全独立的体系 通信卫星 摇杆卫星 和我们的导航卫星 包括北的 能不能进一步增强完善 使得这三个载荷一体化 所以这是第三步 如果把这三步做好了 我相信我们的低轨卫星的 全面的复兴 达到底是值得可待的 谢谢 那张老师从卫星的角度来说 您对于实现我们这个 共同的科学目标 未来还有怎样的计划 我们的长远目标来讲 我们是希望把卫星一方面 像生产汽车一样 我们是以工业化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低成本的去制造 第二个方面 我们制造的卫星 我们能够快速地发射 形成我们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低轨的通信行动 那么从而达到就是 让卫星互联网 连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用航天科技 来改变我们的美好生活 我们非常有幸 请到了两位科学家 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会客厅 我们也期待着 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这条星链能够变得越来越大 真正实现二位 随时随地互联互通的目标 让我们的这个世界 在7×24小时的范围内 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有网络的覆盖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还是您收看本期的特殊卫格定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